哈囉 大家好 我是巴九 昨天一名中國的財經網紅專家吳小波 在網路上被譽為最會賺錢的財經專家 這讓我想到去年這個宅山英吧 他也是這個所謂的財經企業家 結果呢 他騙了一堆小粉紅的錢 逃到我現在的國家 America 然後說 欸 你們就傻逼活該被我騙啊 對吧 誰叫你們貪 想也知道不可能 總之這個吳小波啊 他在微博上 因為說了中國失業的問題 因為說了中國證券跟中國股市的問題 微博被封了 微博被禁言了 為什麼說這些會被禁言呢 因為中共啊 以惡意炒作負面情緒 以及抹黑證券市場為由把它給禁了 只能說好了 壞的都不能說 就等於沒有壞的存在嗎 還是只要不要說出來都沒事 那是不是以後我們去醫院檢查 或是你照家人去醫院檢查 醫生就要跟你說 沒啊 你沒事啊 你非常健康啊 你看照這個X光 雖然你的肺開起來白白的 但這是啊 極光之照 這個是啊 福氣的象徵 你還要大家以後都這樣講話嗎 財經專家說經濟好的時候沒事 說經濟不好的時候 欸 就有事了 這個現象只發生在中國 那想也知道 經濟是一個曲線嘛 對不對 有好就有壞 你經濟發展好的時候 你絕對會往下撥 你往下撥到一個底 然後一個轉機出來 你就會往上走 而且啊 中國自己中央公布什麼 2022年光一年啊 你們中央的財政赤字就超過了11兆台幣 這只是單一年 而且只有中央喔 而中共目前啊 這些債務都怎麼解決 以債還債 你以債還債是沒有創造獲利能力的 以債還債 那你這個債只會越還越多 你又不像美國那麼有本事 人家美國什麼美債啊 然後美國可以讓全世界都買單 你中國沒有這個能力啊 中國這個洞口只會越來越大 不過 這就是小粉紅可悲的地方啦 還在催中國 很厲害 天天意淫 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面對苦難 甩鍋的時候就會說 欸 台灣是台灣 又吃豆腐的時候就會說 台積電是咱們中國的啊 台灣省NGDP是我黨會台的功勞 要是沒有我會的你們台灣窮死吧 前幾天有一對小粉紅在小紅書分享 關於中國2022年全國城市人均GDP 前20名 結果台灣的城市 你各位才拿下了幾名 8名啊 你搞笑喔 台灣對於你來說只是一個省 中國有幾個城市 幾千個吧 拿下中國幾千個的前8名 你看第一名是台北 人均352,491塊 這個單位是人民幣 第二名是香港 323,699塊 第三名 255,000 這個是中國內蒙古的城市 再來第四名是我們的新竹 25萬 再來第五名 克拉瑪伊 這個是新疆的城市 第六名是澳門 第七名桃園 第八名台中 第九名新北 第十名嘉義 第十一名基隆 第十二名高雄 第十三名才是無錫啊 台灣的城市加港澳 佔了十名啊 而全面實行中共社會主義的城市 前十只有兩個 上海還墊底 北京位居第十四 而第三名跟第五名的城市 還是內蒙古跟新疆的城市啊 這兩個原本是可以獨立的國家喔 或是這個內蒙古 他原本是可以併入在蒙古國道 如果你在把這兩個地方定義為 他們現在是被中共殖民的話 那中國第一名的城市 無錫 也在走排名的第十三而已耶 你們到底在吹什麼啊 這是你們自己研究出來的數據耶 果然是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這新的不見得是好的嘛對吧 天天只會拿高樓大廈說是 我跟你講啦 我現在在美國西部 真的高樓大廈的密集程度比台灣還少 洛杉磯的高樓我自己感覺 沒有台中市那麼密集耶 也沒那麼多 你說美國很落後嗎 我並不這麼認為耶 更重要的是制度跟人的素質 雖然加州流浪案確實很多 只要他們不去攻擊路人 只要他們不在街上違法 警察是沒有資格去理他們 那是他的自由 但是在中國他允許會有窮人的存在嗎 不行 你讓中國丟臉 你讓觀光客看 唉 我們中國怎麼是這樣子的 不行 回鄉回鄉 在資本的世界上 有富人 就會有窮人 這沒什麼好丟臉的 丟臉的是 你不敢承認 丟臉的是 你有沒有給這些流浪案 基本的生活補助費 你看多少這個 來這邊的中國小粉紅 都去跟那個 流浪案搶免費救濟食物 而且你還不是美國的國民耶 而我還有去美國的一些 比較鄉下的 州郡 講真的 美國的鄉下真的是非常的鄉下 可能前一個鄭跟後一個鄭相隔五十公里 開車開到會氣笑啊 過了這個平原還是這個平原 過了這個山 還這個山 我的天啊 沒有鏡頭的 即便是路人 都會把謝謝跟不好意思 掛在嘴邊 當然他們是講英文啊 也會很熱心的幫助我們這些外地人 那有些英文的專業名字 我也是聽不懂 那他們也會很親心跟我講 什麼意思 那道路駕駛部分 我也覺得 比中國啊 好太多了 甚至比台灣啊 都好像非常非常多 因為我自駕遊 可以明顯感受到 大部分用路人的數字 跟旁邊路牌還有這個 路式的清晰辨識度 還有他們的規劃 提前多久就跟你講 這個地方會有什麼 你要想 我第一次來美國 我甚至不會走錯路 我在台灣 我生活多少年 我有時候到一個 我可能比較少去的城市 我還會被那個Google 會被那個路牌看錯路咧 你們別說拿劇本跟台灣比啦 就連美國都完整台灣樹被 更何況中國呢 所以總的來說 小粉紅一下說 台灣很破 台灣很強 一下子又把 台灣八個城市 列入 前12名之中 到底是什麼人 割分裂啊 你搞得我好亂 所以就是 前12名既很有錢 又很糗 很破 其實也很發達 人均很低 又很高 你要不要聽聽看 你自己在講什麼 小粉紅的意思就是 你看第14名的北京啊 其實是比第一名的台北 人均還要有錢 那你這個數據是什麼 老國來看是不是 而中共最近荒謬的還有什麼呢 他最近在著手立法 針對港澳 甚至台灣咧 展開國情教育 增強自覺維護民族團結 維護在黨 中央利益為核心的這個理念 主要包括愛國主義教育啊 內涵目標啊 擁護黨的領導 尊職黨的領導 這些你通通都要納入愛國教育 那意思就是什麼呢 台灣人還沒有被統一就要被領立法 你說還沒讓中共統一 人家就明目張展地做了 那統一之後呢 為什麼有人會相信 讓中共統治台灣 雖然我們會喪失我們的主權 但他會給我們一國兩制 我問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憑什麼北上廣深的人沒有 我們有 想你也知道 哪個腦子進水的會去信這個啊 你要不要去當消防隊啊 把腦子的水都倒去救火啊 而上個月啊 深圳的百富大樓小區 發生了大規模的牆壁龜裂啊 樓梯破裂啊 漏水嚴重啊 出現結構性的問題 跟前幾個禮拜我們頻道講過了 天津大樓小區也有異曲同工之廟 但是中共檢查了37天 昨天說什麼 深圳這個大樓小區發生的狀況 是國家可接受的合理範圍 現在這些小區幾千個住戶都撤離了 然後你說要等你們補牆做事做完 就可以回去住了 誰信你啊 誰敢住啊 聖上帶領的這個 投這個同意票的人全部住進去 好嗎 可以嗎 所以我充滿 中國建造的品質真的是 遠遠不如歐美日韓台 你們大樓現在平均來說 都是建好10到20年之間 最多不過20年 我說你們在這個大城市裡面住的小區 基本上是這樣 那台灣很多都40年60年了 而還屹立在那邊 只是外觀看起來有年代感的 因為畢竟那麼久了 被你們說破破爛爛的 你們現在不曉得小區都發生這樣的事情 你說10年20年 你們這個小區能撐到 第40年第60年的壽命嗎 當然啦 那些中國象徵性的摩天大 他或許可以撐百年一定可以 畢竟那是中共的面子 他一定要弄最好的工程去把它蓋好 但百姓住的小區呢 就是給品質很差的嘛 反正你就是把你們套住去買學區房 讓你們最好是還不上錢 法拍嘛 法拍之後還要還本金跟利息 或是等後續大規模爛尾品質的年限到了 這個大樓爛尾 你賣也賣不出去了 那你怎麼辦 寫本無歸 那即便是你可以用到底 你只有70年的使用權 而這個建商在蓋地的時候 就用掉了10幾20年的時間 那之後到期的 你要不要去約也要看黨的意思 如果黨要把這塊地租給集團 或是給別人蓋小區 蓋什麼商場大樓 你能怎樣 或許有人說 我拿得到拆遷補助款 有些人拿得到 但同時也有些人拿不到 就是被強拆 那你就祈禱你能拿到吧 而不是說 即便你拿到了 譬如說你拿到一千萬人民幣好了 你要買一樣等級的區域 蛋黃區 你要花一千五百萬 你搞笑喔 你還要倒貼五百萬呢 帶大家來看這一段 深圳大樓的影片 百分心大廈突然巨響和震動的原因 終於公布了 果然是基礎出問題了 經過專家組的研判 認為這個房屋的基礎比較薄弱 剛度太小 很暴大想 老實整個樓在搖 一一樓的商庫 沉重墻直接裂掉了 裡面的鋼筋已經是關掉 在19號凌晨12點07分的時候 突然之間有幾層爆炸的聲音 我們樓呢就重了一下 像地震那樣 當時就已經清空了兩棟樓吧 現在街道半十幾 每平方三十塊錢 補助給我們在外面住房子住 房間很多都已經出現了裂縫 有些人門關不了 有些那些樑已經錯位了 爆炸之後才出現了這些現象 檢測完了結果現在也沒有給我們居民通告一下 到底是什麼原因引起的 他就說那鋼筋已經彎了 然後樓呢也清潔了 沒有給我們一個明確的信信 口頭上說百富汀大廈已經是危防 但是他沒有限定說體積危防 沒有紙質的文件證明 一共是多少戶居民被遷出了 300多戶 1000人左右吧 我們的訴求就是盡快的找出爆炸發生的原因 盡快找出責任方 因為我們百富汀大廈樓下不到20米的地方 現在修建成軌 生會成軌 好啦 今天暖心的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 訂閱我不喜歡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八九 下線線啦 掰